张海的女朋友杨晨晨很想去美国生活 但是她的计划很特别 她想和一个美国人结婚 取得美国国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张海和杨晨晨的故事 我叫张海 我女朋友叫杨晨晨 她很性感 我们是大学同学 在一起刚半年 我是本地人 家里在学校附近买了套二手房 准备留给我结婚用 恋爱不久 杨晨晨就搬了进来 跟我同居了 最近 我发现杨晨晨有点不对劲 有几次 我在厨房做饭 隐约听到她在跟人发语音 那边的回复声 像个男的 但每当我从厨房出来 她总是正好就说完了 低头玩游戏 开始 我没当回事 可有一次 我在洗澡 听到有人给她播视频 她接了 我借着水声的掩护 走到浴室门边 拉开了一道缝 我看到 视频里 是个外国男人 说的是英语 我心里卡登一声 杨晨晨虽然背对着我 可我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她也在说英语 耸肩膀 打手势 声音做作 沾沾自喜 仿佛自己在说的 室门很高级的语言 我火了 一把拉开了浴室门 杨晨晨吓了一跳 立马关了视频 转头看我 你干嘛 吓死个人 我刚才看清楚了那个男人的脸 我问 你跟谁是贫呢 她吞吞吐吐道 是 一朋友 哪的朋友 外国人 是 她是美国人 一同学介绍的 我主要最近想跟她练练美式发音 我很不开心 她见状赶紧过来搂住我 要一起回浴室 哎呀 你别吃醋吗 我躲开了她 闷不作声的自己回去洗澡 我觉得有问题 她一直都喜欢外国人 之前 我还调侃过她 你挺崇洋媚外啊 她一脸不悦 你这词用的就特别政治不正确 美国 欧洲 就是发达啊 我媚什么了 你纯属嫉妒 我懒得争 这是她一贯德性 半年前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还听过比这更过分的话 当时是同学聚会 我进来就看到她了 那天 她染着一头金色长卷发 身着红色包臀连衣裙 穿着一条巴黎世家的黑丝 翘着二郎腿 把一双黑色红底的高跟鞋挂在脚上 踢来踢去 我顿时就沦陷了 却听她在桌上说了句 我谈过的每一任男朋友 都是外国人 她一脸骄傲 好像在座的中国男生 她一个都看不上 女生也跟她不是一个档次 有人问 都有哪的 她得意地伸出手指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还有两个是喀麦隆和加纳的 我忍不住说了句 你当心点 有些老外会同时谈好几个女朋友 挺渣的 杨晨晨冲我道 那怎么了 那是人家的自由 国外崇尚的就是自由精神 我说句实话 你别不爱听 中国男的 就是封建 没受过发达国家的教育 思想和素质都有问题 我问 卡麦隆和加纳 不是发达国家吧 她一哼 那我那两个男朋友 也是当地上流阶层 有一个还是酋长的儿子 我没再说什么 我原以为 这辈子都不会跟她有交集了 可没想到 当晚聚完会 我开着家里的大众 速腾送几个同学回校 杨晨晨也坐了进来 她问我 你的车 我说 我爸的 周末我要来过过车饮 杨晨晨眼睛明显一亮 在大学有车开 是会引人羡慕 当然 我也是沾了是本地人的光 这时候 有个男同学说 小行不光有车 他家在学校旁 还有套房呢 我赶紧说 是二手的 准备将来结婚用 贷的款 杨晨晨对我更上心了 故意把身子往前探了探 这么说 你还是个富二代 我苦笑 你见过富二代家里开十几万的车 他笑而不语 我没想到的是 他下车前主动要了我微信 没过几天 让我请他吃肯德基 在肯德基 他跟我表白了 我受宠若惊 你不一直都只谈外国男朋友吗 他说 对啊 所以你很荣幸 我可是第一次跟中国男生谈恋爱 你要加倍对我好 他很漂亮 我也很喜欢他 那时完全沉浸在幸福中 用力点了点头 答应了 可没想到 他美丽外表下 竟是一副蛇蝎心肠 那天抓到他跟人视频 我洗澡出来 很快就睡了 但我心里总觉得发堵 当周的周末 他说约了个闺蜜唱歌局 不带我自己去了 我在家玩了会游戏 很无聊 看到照相机在沙发角落 便拿起来 随手翻了翻里面的照片 我本没太认真 可呼地发现 有张照片十分奇怪 是杨晨晨穿着日式泳衣 宝蓝色的 搭配着白丝 跪在沙发上 挺着身体 表情热情似火 这种衣服 好像是某些圈子里流行的死裤水啊 我住宿舍的时候 舍友安利过 又叫什么水着 看着纯纯的 却别具一番风情 怪了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我没印象 看日期 是两个周以前 背景是在家里 可这相机 好像没法自拍啊 是谁给他拍的 晚上十一点半 杨晨晨回来了 我问他 晨晨 相机里 怎么有张你穿着日式泳衣的照片 他一愣 过来看了看 哦 这张啊 那天你上课去了 我带闺蜜回来 我俩拍着玩的 衣服是他的 我不太信 看他那如饥似渴的表情 隐隐觉得不对劲 但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哪有那么离谱的事 然而 我后来才知道 何止是离谱 他在做的事 简直可以用人神共愤来形容 几乎炸裂了我三观 转周的周三 下午我有两节信息技术课 我是学通讯的 这课很重要 我正要去阶梯教室 一个学生会的同学见了我说 刚才还以为你在西餐店呢 我问 什么 他说 我中午陪系领导招待客人 就在尼姆斯餐厅 一出包间 贴见你女朋友在那 我以为对面坐着的是你 结果一看 是个外国人 这餐厅据说挺贵 我没吃过 杨晨晨怎么会在那 我心一沉 我得去看看 我没跟那同学说话 掉头直奔北门去 进了西餐厅 拔眼一扫 看到了杨晨晨的侧脸 她对面坐着的男人 特面熟 我立即想起来了 这就是跟她视频的那个人 杨晨晨正穿着一条黑色包臀连伸裙 胸口很低 春光乍蟹 眼睛盯着那人 摇头晃脑地说着话 表情挺兴奋 一看就是在说英语 那男的留着寸头 还戴着个耳钉 一看就脾里脾气的 看着杨晨晨对她搔手弄姿 俨然很享受 我搭拉着脸走过去 咳嗽了一声 杨晨晨转过头来 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了 她问 你下午不是有课吗 我黑着脸 不说话 杨晨晨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起身拉我坐 来 正好给你介绍 这位是我的口语老师 美国人 Simon Stone 随后 她冲那家伙甜甜一笑 用英文介绍了我 我听得出来 她名字翻译过来 是西蒙思通 可我懒得搭理她 但她冲我笑了笑 还伸出拳头 要跟我碰一碰 特耍酷 我只当没看见 直接坐下了 我觉得这个西蒙 十分猥琐 不像好人 更使我厌恶的 是杨晨晨 跟她说话时的态度 杨晨晨的英文 虽然也不太利索 但比我好 她们在说什么 我基本听不懂 可看得懂 杨晨晨的眉飞色舞 她一直都这样 平时 她一说英语 就手舞足蹈 仿佛自己能说英语 就牛逼得不得了 特自豪 坐了十分钟 我大概听出来了 这小子是个歌手 在酒吧助唱 用杨晨晨的话说 她是在流浪中追逐自由 但我一句话没跟她说 她们也决出了尴尬 决定结束这顿饭 服务员说 共消费562元 杨晨晨要扫微信 是她请客 我一阵肉疼 560 我小半个月生活费啊 我看了西蒙一眼 她一愣 赶紧拿出手机 装作抢着买单 可我突然发现 她的手机平保 竟然是杨晨晨的照片 穿日式泳衣 也就是死库水的那张 我瞪直了眼 西蒙也意识到了 赶紧收回手机 可我已看得清清楚楚 那张照片 我印象太深了 妈的 她们俩有事 实锤了 我当场就想发作 可西蒙快步走出了饭店 杨晨晨则挽上了我的胳膊 说要跟我一起去上课 那股温柔劲 再加上那种场合 我没发作出来 下午 我心里骂了无数次 这个王八蛋 绿到老子头上了 那张照片 八成就是她给杨晨晨拍的 也就是说 她进过我家 我越想越恶心 晚上回到家 我问杨晨晨 今天中午 我怎么发现 你那张穿日式泳衣的照片 是那个美国人的屏保 杨晨晨说 你看错了吧 我何德何能 让人家拿我照片当屏保 你就装吧 但我现在还不敢咬定她俩睡了 可能还在暧昧期 不然 以杨晨晨的性格 还不直接把我蹬了 我又问 那顿饭 怎么是你请 那么贵 杨晨晨比一道 贵什么 在美国 这连半顿饭钱都不够 请便宜的 我丢不起那人 行 只要不花我的钱 你哪管请她吃五千的呢 那晚 杨晨晨明显心虚 疯狂对我是好 我心情倒好了些 可是 如果那时我能知道 她跟这美国人 已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我会恶心地直接吐出来 后来 仅过了一周 她跟我说 这月生活费花完了 以后吃喝全我包 本来我俩天天在一起 她也没花过什么钱 全部全包 没啥区别 但当晚 她说要借我五千块钱 我问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她说 咱们不是快实习了吗 我想买点职业套装和包包什么的 好去参加面试 大一到大三 我做了三年家教 攒了一万五千多块钱 不过 自从跟她恋爱 开销变多了 眼下就剩了八千 她用头蹭着我胸口撒娇 很多女生都买了职业套装 我钱不够 你就先借我点吗 等将来发了工资就还你 我见她楚楚可怜 说 不用借 算我给你买的 不能让你被人比下去 我再多给你一千 你去买双好点的鞋 她兴奋地亲了我一下 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随后 我转了六千给她 但也就过了一个周 她又给我借钱 要两千 说想托辅导员介绍工作 送送礼 我说 怎么还得送这么贵的礼 她说 现在钱不经花啊 你别太扣行吗 我有点冤 晨晨 我对你什么时候扣过 她说 你比我前男友们扣多了 我说 你不是说 你那个美国前男友 平时都是花你的钱吗 就算跟她比 也不能说我抠吧 杨晨晨一听 火了 跟人家比 你也配 美国人根本不在乎钱好吧 人家讲究的是精神追求 灵魂自由 不像你 天天把钱挂嘴边 我有点生气 说不拿钱当回事的 就是想骗你倒贴 远的不说 就那天跟你吃饭的西蒙 明显就是这么回事 真可笑啊 美国人不在乎钱 他们喝西北风 我看 属他们能满世界捞钱了 杨晨晨叫道 你少说西蒙的坏话 你看看你这酸劲 典型穷大的 我跟你一个中国人谈恋爱 本身就吃亏 给我点钱怎么了 我都后悔 投错了胎 遇上你们这群土鳖 你们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精神生活 精神自由 这话让我受不了 这是什么价值观啊 可我不愿跟他争了 最终我没给他那两千块 并且我没见他买的职业套装和包包 那六千块 他极有可能花西蒙身上了 我得查清楚 由于他一直宣称要学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所以从不让我看他的手机 可现在我特想看看 周五晚上 他带我参加了一个留学生饭局 杨晨晨酒量一般 可遇到老外 他就特豪放 那天他跟他们是又耸肩又挑眉毛的聊天 一杯接一杯的Cheers 很快就醉了 等我把他扛回家 他已不省人事 手机从包里掉落出来 我想了很久 心里默默对他说了句抱歉 拿起他手机 用他的手按住指纹锁打开了 我点开微信 足足看了半小时 真的 我打死都没想到 竟会头皮发麻 他果然跟西蒙有事 而且足可用荒银无耻来形容 原来 西蒙在中国快四年了 很懂汉语 杨晨晨的英文虽行 但达不到太顺畅的日常交流 他们平时聊天打字 用汉语居多 但那天在西餐厅 他们当着我的面 故意全程说英语 纯是为了亮亮我 他们是在酒吧认识的 已经好了三个月了 聊天记录 杨晨晨一个字都没舍得删 说是贪恋跟Simon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而那六千块钱的去向 也找到了 就是两周前 西蒙给杨晨晨借五千块钱 杨晨晨立马同意了 西蒙还说 美国虽然发达 可我未必有你们有钱哟 杨晨晨谧回复 美国追求精神生活 对钱不像中国人这么重视吧 西蒙回复 当然 杨晨晨回复 我认为 论精神生活 你远比我男朋友富裕 西蒙很满意她的话 回了个憨笑 几天后 杨晨晨直接把我给的钱 转给了西蒙 我真可笑啊 竟还体贴地多给了她一千 随后 我又发现 那张她穿着日式泳衣的照片 就是西蒙给她拍的 那天 她带她来了我家 当时 杨晨晨给她发微信 Dear 我男朋友下午满课 你来我家好吗 西蒙装算 去你家做什么 杨晨晨发了个害羞的表情 你不是说 亚洲人在你眼里都长得一样 尤其是东亚 一家亲 你想让我穿日式衣服 扮成日本人给你看吗 我买了一件 西蒙回了个无聊的表情 显然是在装 杨晨晨发了个害羞的表情 人家想让你给人家拍照 家里有高倾相机哦 他们回了家 都拍了些何等龌龊的照片 我不知道 估计 那张穿日式泳衣的 是他们用电脑导入手机后 忘了扇 我环视卧视 看看床上大醉酣睡的杨晨晨 恨得咬牙切齿 从聊天看 他们那天分开后 杨晨晨还发了一句 Simon 你好坏哦 人家感觉就像在演电影 羞羞的 西蒙回复 有机会 带你回洛杉矶 去真正的电影片场看看 杨晨晨又发了个害羞的表情 Simon 如果我跟你回美国 你会跟我结婚吗 我想加入美国国籍 西蒙发了个思考的表情 杨晨晨回复 我是认真的哦 我实在受够了这个地方 如果能成为你的妻子 我会很自豪 西蒙发了个微笑 十分荣幸 My pleasure 太恶心了 杨晨晨 你这么不喜欢这里 走不就得了 太平洋也没有盖子 想去哪里都行 为什么非得折磨我呢 想必 你跟我恋爱 就是看我家 在本地有车 有房 拿我当周末车夫 免费的房东 用我的房子 接待你的其他男友 我太难过了 只要是个外国人 他就会主动倒贴 我想跟他撕破脸 然后分手 但我六千块钱 打了水漂 心里不愤 那可是我当家教 一年多才攒下的钱 刚才我还看到 他们这周的对话里 西蒙还想要钱 这正是杨晨晨又找我要两千的原因 西蒙说 他在美国赌博 欠了十万美元的债 合计六七十万人民币 眼看要毕业 如果回国还不上钱 他会被人打死 杨晨晨说 这有点多 不过 他看看能不能先从我家骗出二十万来 剩下的再想办法 我十分震惊 他怎么会如此狠心 越想越气 眼泪都快出来了 绝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 我要报复 我哭作了几个小时 下定决心 既然如此 别怪我将计就计 第二天 杨晨晨醒了酒 我装作什么事都发生 但我私下调查了西蒙 白天 我找到了他铸唱的酒吧 从服务员嘴里打听到 他就是个穷老外 但特招女人喜欢 晚上来听他唱歌的人很多 他来了半年多 换了十几个女朋友了 现在还同时谈着好几个 垃圾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我想杨晨晨多半也清楚这些事 可并不介意 我要搜集更多的证据 我花了两千多 在家里安了摄像头 能听声音的那种 客厅一个 卧室一个 随后就假装客业繁忙 总不在家 给他们提供机会 果然 没过两天 他们就在下午三点进了家门 我在手机上看得很清楚 杨晨晨穿着条暗红色带亮片的包臀连身裙 俩人一进门就狂啃 就跟几辈子没吃过肉一样 衣服丢了一地 那些出格的动作 十分猥琐 我敢保证 西蒙没拿杨晨晨当人 当然了 杨晨晨更不拿自己当人 在煎熬中 我像度过了一个小时 但实际上 也就不到三分钟 我冷笑 就这速度 得亏我安了摄像头 不然就算接到信而赶回去 也抓不着证据 但杨晨晨一直在夸她棒 奴言媚鼓 西蒙被捧得得意洋洋 就好像自己真的很厉害 折腾够了 杨晨晨切了几个橙子 一小口一小口为西蒙吃 西蒙搂着杨晨晨的腰 用汉语说 多好的房子和女人 却属于一个笨蛋 我听得火冒三丈 杨晨晨依偎在她怀里 Dear 你要是喜欢 都可以是你的 西蒙环视着我家 越看越气 她说 你男朋友就是个乌龟死亡吧 是这么说吧 杨晨晨大笑 你还很精通中国文化吗 对了 如果乌龟死亡吧 翻译成英文 该怎么说 西蒙想了想 说了一串鸟语 我没听明白 但杨晨晨笑道 张海是乌龟死亡吧 你说一遍 西蒙激里呱啦地说了一遍 我听懂了 顿时火冒三丈 但紧接着 杨晨晨认真地学了出来 两个人大笑 起劲地重复那话 过了会 杨晨晨忽然皱了皱眉头 手捂住了小肚子下方 不笑了 西蒙问 又开始疼了 杨晨晨说 这病真怪 一阵一阵的 好折磨人啊 Dear 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要在外面 跟别的女人乱来了 不然 下次不一定 又会把什么病传染给我 我愣了 什么 她被西蒙传染上了性病 我顿觉惶恐 下意识地低头 难道我也被传染了 应该不会 我每次都采取安全措施 而且 我还没感觉 视频里 西蒙并不内疚 反而说 要是全世界人人都感染了这病 也就没事了 他妈的 太歹毒了 我心里骂道 杨晨晨却忽然笑道 对了 我让我男朋友也感染上 怎么样 西蒙问 他没感染 杨晨晨说 他每次都可注意安全了 西蒙笑 那还真得让他感染一次了 我这病毒 是发达国家来的 也算让他接触接触 发达国家的文化了 两个人恬不知耻地大笑 我听懵了 这世界上 怎么还有这样的价值观 我出离愤怒了 恨不能生蛋他们的肉 我关了手机 再看下去 我非发疯不可 这个西蒙太可怕了 不过 酒吧服务员告诉过我 他在明面上 特会拍马屁 他有个微博账号 在上面 他天天赞美中国 有一次 他在北京故宫 装作汉语不流利的样子 录了句我爱中国 中国真的太好了 颇骗得了一批粉丝 我必须把视频保存起来 早晚有一天 要向大家揭露 他是个什么东西 晚上 我回到家 杨晨晨在看剧 见我回来 他立马起身 端着茶几上的橙子 亲爱的 回来了 我给你切了橙子 快尝尝 那分明是西蒙吃剩的 何况 我担心染上病 推脱到 我肚子不舒服 你吃吧 他没当回事 很勤快地帮我脱了外套 笑说 跟你商量个事呗 我问 什么事 他说 我弟弟22了 家里介绍了个对象 要结婚 得买房子 你们家能不能借我们20万 20万 我冷笑 好啊 你果然为了给西蒙还赌债来骗我了 我故作为难 20万 我家哪有那么多闲钱 他贴上了我 你回家问问吗 好歹大城市的人 随便挤一挤就出来了 说得真轻巧 我没说话 他说 要不 咱把这栋房子卖了 换个小点的 你就算没房子 我也不会嫌弃你 咱 这房子成你的了 我敷衍他 你对我的感情 我明白 等我问问家里 有没有闲钱 爱你 宝贝 他兴奋地揽住我的脖子 要把我往床上拉 还说 今晚 咱们不采取安全措施了 怎么样 但我知道 他这是要把病传染给我 太恶毒了 我正开他 我肚子不舒服 你消停会 从这天起 我说最近复习太忙 回宿舍住了 他虽然有把病传染给我的想法 可心思并不在我身上 就没多问 并且 把西蒙往家领得更频繁了 随后的日子 我通过监控 见识了更多奇葩的事 比如 西蒙有严重暴力倾向 喝了酒 就会打杨晨晨 可杨晨晨总是逆来顺受 还奉上笑脸 而他每次打完后 又抱着杨晨晨哭 说自己没钱 向家 杨晨晨还百般安慰他 见到了极点 有几天 西蒙感冒了 病痒痒的 以前我感冒 杨晨晨怕传染 都会回宿舍住 可现在 他又是给她烧水 又是喂药 还毫无顾忌地跟她接吻 安慰她 仿佛西蒙身上的病毒 她都极爱 而一个周后 还发生了件更邪的事 西蒙竟然带另一个女人来我家 当时 俩人在家折腾完 西蒙意犹未尽 杨晨晨下午有节重要的课 不能不上 西蒙很不开心 杨晨晨竟说 要不你把别的女朋友叫来陪你 等我上完了课 再回来替她 西蒙听后 眼睛亮了 立即同意 我都给听傻了 杨晨晨 你太没尊严了 她走后不久 那个女人就来了 她年龄比较大 显然是个少妇 但和杨晨晨一样谄媚 在客厅里 甚至还给西蒙揉肩捶腿 在他们的对话里 我听到 那女人的老公还不是个小人物 但她和杨晨晨一样 还让西蒙教她骂自己老公 完够了后 西蒙在客厅里惬意地夺步 我的相片摆在书架上 她盯了一会 说了句 傻叉 这话把那女人逗乐了 她笑得花枝乱颤 跟着重复 两人一遍又一遍地骂着我的相片 骂够了 西蒙竟把相片丢在地上 对着撒了一泡尿 那女人在一旁拍手叫好 我气得浑身发抖 糟蹋人 她们真是堪称穷凶饥 我发誓 我要不置她于死地 是不畏人 当晚 我气不过 回了家一趟 家里有股浓烈的汗臭味 先前 我在视频里看到 我的照片被那泡尿毁得严重 杨晨晨回家看到后 把她扔了 我走过书架 问了句 我照片怎么不见了 杨晨晨一脸无辜 什么照片啊 你就演吧 我懒得继续问 只说了句 哦 可能是记错了 杨晨晨转移了话题 亲爱的 你跟你爸商量了吗 商量什么 借我弟弟二十万买交首付啊 她说 这是铁了心要拿我当冤大头了 我故意问 晨晨 你要二十万 真是要给你弟弟买房子 不是骗我吧 我料定 现在说什么 她也不会发火 果然 她直起身 瞪了瞪眼 又压住怨气 哎呀 我弟媳妇家真的在催啊 我要是骗你 死爹死妈还不行吗 或 我都想给他喝彩了 下这么恶毒的赌咒 你爹妈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我说 那我催催 上次我爸说 家里好像还有点闲钱 他一听 露出了和西蒙说话时的开心神情 又要起身贴我 我立即说 我晚上跟同学约了一起自习 就不陪你了 说完 我出了门 他不会介意的 他恨不能把西蒙带到家里过夜 我告诉自己 等这事解决了 必须把家里从头到尾消一遍毒 最近 我收集的视频挺多 只要发到网上 把西蒙和杨晨晨的丑恶嘴脸 必将引发公愤 到时候 他们肯定没法再做人了 但不是现在 在我心里 有一个更好的时机 我听酒吧服务员说 最近 酒吧老板跟西蒙签了约 想把他捧成网红 7月份 要邀请一些网红捧场 给他举办个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音乐专场 我都计划好了 音乐专场开始的时候 线上线下 所有目光都会集中在他身上 我当众扒了他的皮 才最为很辣彻骨 不过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始料未及 当时周五下午 杨晨晨给我播了个语音 她说 她跟闺蜜周末要去爬泰山 我一听便知 肯定是跟西蒙 我没戳破 心想 西蒙 你这兔崽子 确实该去爬爬泰山 看看我中华山川之浩荡 文化之厚重 历史之忧常 让你知道自己的愚蠢 可我没想到 他们在泰山上 竟然做出了一件恶心至极的事 甚至 他们在做出那件事时 我还丝毫不知 直到后来 有个同学给我发来一个视频 让我感到震惊 有一对戴着口罩 压舌帽的男女 被网友拍到 在泰山的五月独尊时刻前 恬不知耻地解开裤子 做着十分下流猥琐的事 并且完事后 还用游性笔在尊字旁 写了一排小字 尊你个屁 还写了那个F开头的英文脏话 那同学说 当时是凌晨 大家都在另一侧等日出 没人关注这里 这是一个网友在远处拍的 虽然不太清晰 可也能看到他们在干什么 等那网友带人走过去 他们已经逃了 大家只看到了 用游性笔写的那排小字 网友拍完后 用力把那排小字给擦了 随后把视频上传到了短视频APP 但APP官方怕影响不好 很快删了 现在 大家只能在微信里传看 看到的人都气坏了 义愤填膺 泰山 以及这块石碑 代表着什么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什么地位 不必多说 这两个禽兽这么做 分明就是在挑战了所有人 我们的尊严 不容亵渎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那对狗男女的身影虽模糊 但我太熟悉了 况且 网友拍到 他们可能是动作太猛 事后一管口红从包里掉在了原地 那口红上贴着个性贴纸 我一眼认出 分明就是杨晨晨生日时 我送她的礼物 她还发过朋友圈 错不了 那两个人就是杨晨晨和西蒙 我气得胸口疼 狗杂肿 不手撕了他们 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 我刷了半天微博 发现 拍下视频的网友 并没跟住他们 让他们溜了 大家对他们的愤怒 虽然排山倒海 可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行啊 真以为没人能认出你们了 还有我呢 我非让你们两个狗杂肿 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周日晚上 他们回来了 我跟杨晨晨说 我今晚还睡宿舍 杨晨晨经此一事 更加膨胀 他把西蒙带到家里过夜了 我盯着手机 看他们一进门 那副得意的样子 牛逼得像要在客厅蹦迪 消停下来后 西蒙躺进沙发 两腿架在茶几上 开怀大笑 傻叉 所有人都是傻叉 杨晨晨说 Dear 我再也不想跟傻叉一起呆了 我要跟我男朋友提分手 气死他 你带我回美国好吗 西蒙一把按住他的头 那就要看你了 你什么时候给那个笨蛋骗到了钱 咱们就什么时候回美国 杨晨晨说 应该很快了 对了 咱们耍耍他 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怎么样 西蒙看着他 嘴角泛起奸笑 而后 站起了身 把杨晨晨的身体掰了个方向 让他背对着他 我一愣 又一怒 我知道他是要干什么 不要脸 半分钟后 我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 里面传来杨晨晨的声音 亲爱的 你在哪呢 我压着怒火 我在自习啊 杨晨晨像是在压抑着什么 他说 你给你爸要的钱 怎么样了 我故意问 你的声音怎么听着不对劲 你干嘛呢 他赶紧说 我 我做平板支撑呢 有点累 我心里骂道 你这婊子编得倒是很贴切 我说 我爸说 他有个定期存折 下个月15号到期 杨晨晨轻叫了一声 又立即收住 15号 那太好了 我等你啊 我故意没话找话 嗯 对了 你弟媳妇是哪里人啊 杨晨晨现在明显是撑不住了 赶紧说 跟我家一个地方的 哎呀 那就 不打扰你自习了 我刷汇剧 说完 他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屏幕切回到了监控视频 清楚地看着我家客厅里正在发生的事 太会眼了 我看着他和西蒙恶心的身影 心想 杨晨晨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15号吗 因为 西蒙的音乐专场 是14号 那天 就是你们的末日 你不会有脸去看15号的太阳了 没多久 西蒙瘫坐在沙发上笑道 这些日子 我在你们这光想浮了 女人玩了一大堆 还被人天天夸 这群傻叉 傻到家了 我冷笑 你放心 等真相大白 你能不能好胳膊好腿的活着回家 桓梁说 接下来 我在煎熬中等待 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写了篇长文 把最重要的几个视频剪接好 还通过酒吧服务员 认识了当天负责管理视频的工作人员 用最快速度跟他混熟了 14号 到了 晚上 杨晨晨竟然没去酒吧 因为西蒙跟他说 他俩最好别一起出现 免得被人察觉泰山那事 所以 杨晨晨待在家 拿着手机等西蒙上线 我则去了酒吧的后台 跟管理视频的工作人员说 前头吵得慌 来他坐坐 那兄弟见我拿了杯星巴克进来 很高兴 把我带进了礼屋 关上了门 现在 有几十台手机都在酒吧舞台前面 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都在那里 我们屋里 其实就一台电脑 统一控制所有手机屏 适时转接 盯着别出岔子就行 比较清闲 我看着电脑操作界面 并不感到陌生 我毕竟是学通讯的 到时候做点手脚 小事一桩 只需要把管理视频的兄弟支开就行了 八点多钟 酒吧老板请的几个中小网红来了 外面大堂里一阵口哨和欢呼声 随后 直播开始 主持人上来说了一通话 并让大家同时建微信群 我跟着加群 五百人的群很快就满了 主持人又说了第二个群号 一直加了十几个群 终于 西蒙上场了 他抱着吉他 穿着做旧T恤 破洞牛仔裤 一脸桀骜 Hello大家好 他故意说着不流利的汉语 这样能博取大家的好感 酒吧大厅里 再次想起了欢呼 我拿手机点开APP 发现直播间也有了不少流量 我以为 他会寒暄两句 直接唱歌 可没想到 这小子存心拿大家当傻子 还演上了 他说 在唱歌之前 我想先讲一段话 我冷笑 他说 我来中国很多年 走过很多城市 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民热情 有爱 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里 把他当成了第二故乡 我听着这些虚伪的话 看着他惺惺作态 只觉阵阵反胃 我问管视频的兄弟 视频平台会给多少流量推广 他说 老板花了十几万 说是能给至少百万级的推广 而且这小子微博本身有点流量 今晚的数据应该挺好 我沉默了一分钟 故意问 我听说 你们老板不让在屋里抽烟 他说 后台办公室不行 大堂随便 他还能管着客人 我趁机道 你要是觉得无聊 出去冒一根耳 我在这给你盯着 我从兜里拿出了 事先准备的中华烟 哟 来根滑子 好烟啊 那兄弟跟我熟了 也不见外 一把抓走 你盯着 反正没俩小时结束不了 我抽了就回来 我笑笑 他出了门 我起身 把门反锁上了 西蒙还在滔滔不绝地拍马屁 我爱这里 爱这里的山川秀丽 爱这里的历史悠久 而且 我尤其不能容忍一切侮辱他的行为 我听说 在上个月 有两个品德败坏的人 在泰山做了一件丑事 这件事 我至今都不忍心再次提起 我一愣 真够无耻的 还贼喊捉贼 但我知道 那些屏幕前正被他蒙骗的众多网友 对他好感倍增 我也知道 杨晨晨在家一定乐开了花 我再也不想等了 停吧 别演了 我这就撕开你虚伪的面具 我从兜里摸出U盘 插进电脑 而后 切断了西蒙的演讲 点击播放视频资料 直接把我剪辑的视频倒了进去 屋里没发生任何异常 但我知道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手机屏里 包括大唐的投影屏 画面都已跟我面前的电脑同步 播放起了西蒙和杨晨晨的丑事 视频中 他们丑恶的身影 出现在我家客厅卧室 他们在那里肆无忌惮 还一句接一句地说着脏话 骂人 我把声音调到了最大 务必让大家听清 他们两个在说什么 听清楚西蒙是如何咒骂我 跟我女朋友偷情的 看看杨晨晨是如何谄媚她的 他们的丑态 全部展现在了大家眼前 我已听到 外头大唐 一片哗然 这时候 门响了 是外头的服务员发现了异常 喊我开门 我只当没听见 这是平共二十多分钟 还早着呢 我非把这些天拍到的最真实 最能展现西蒙和杨晨晨 有多恶心的证据 全都播出来 我懒洋洋地靠着椅背 打开了微信 那几个提前建好的微信群里 都开始了转播 大家以油粉转黑 痛斥西蒙 这孙子玩得够嗨的啊 这女的挺健 还染了病 要传染给自己男朋友 被递后怎么这么骂人呢 听这意思 她看不起所有中国男人 操 撕了她 这女的 好像是我们学校同学啊 是杨晨晨吗 婊子配狗啊 我又点开家里的监控视频 发现杨晨晨已经蒙了 此刻 她发现了摄像头的位置 拿着扫把垢 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立即接起 张海 你什么意思 你竟然在家里安了摄像头 那是我的家 我想安什么 就安什么 你无耻 无耻 你还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杨晨晨 我告诉你 现在马上离开我家 跟着那个人渣 爱去哪就去哪吧 爱怎么无耻 怎么无耻 我挂了电话 杨晨晨必然被气疯了 此时 大唐陷入了轰乱 外头的敲门声越来越大 我听到了酒吧老板的声音 喊 开门 里面干什么呢 我没搭理 继续盯着视频 接下来 众头戏要上了 视频里 西蒙和杨晨晨再次回到了家 那是他们刚从泰山回来的那天晚上 他们嚣张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播放了出来 我能听到 大唐里 先是安静了片刻 敲门声也停了 随后 我剪辑的视频里 出现了当天网友拍下的他们 在唯我独尊时刻前做丑事的场景 再然后 我穿插了杨晨晨朋友圈拿着口红的自拍照 无需多言了 罪恶昭彰 我仿佛听到了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头雄狮在怒吼 大唐里突然变得更加喧闹 一片哗然 那分明是群众愤怒的声音 连门外的酒吧老板也在破口大骂 杂种杂种 微信群里 信息像爆炸般刷屏 先前有个网友拍的视频主角 原来是他们 走 大家都去酒吧 把这畜生给生死了 还有那个女的 不能让他跑了 真相大白了 我也感到义愤填膺 热血沸腾 西蒙必然已被有血性的客人们给痛打了 我恨不得直接冲出去 一起收拾他 但我反而安静了 视频的最后 我贴入的那篇长文 里面详细讲述了杨晨晨和西蒙勾搭成间的来龙去脉 线上线下 再次沸腾了 每个人都在为我鸣不平 每个人都对西蒙恨之入骨 随后 我才开门出去 可没人有时间管我 酒吧里早已炸了锅 西蒙要跑没跑成 被人拉出来 拖着打了半条街 头破血流 叫声凄惨 而后 他被扒得破破烂烂地绑在树上 宛如一只将死之鸡 再没了在我家客厅时嚣张的样子 后来 是警察出面 才暂时平息了事态 西蒙被送进了医院 但是据我所知 甚至没有医院愿意收他 杨晨晨从我家逃走后 也不见了踪影 他们的事情 很快扩散开了 杨晨晨和西蒙的脸 被很多人记在了心里 杨晨晨终于尝到了 看不起中国男人 只找外国男友的恶果 我相信 从今以后 没有一个中国男人会娶他 而他在外国人眼里 也不会有任何尊严 只是个玩物 如今想来 刚认识我时 他那句我谈过的每一任男朋友 都是外国人 真是可笑至极 现在 他还骄傲的起来吗 我再也没在学校看到过他 更惨的 还是西蒙 我听人说 他在美国欠钱的事 是真的 他不敢回国 不知道跑哪里躲着去了 可他根本不可能有地方躲 各个微信群里对他的口诛笔伐已非反迎天 我相信 任何一个男人抓到他 都想把他碎尸万段 后来有几次 我在酒吧街附近 总看到几个满是纹身 带着金链子的人 逢人便问 有个叫西蒙的 你认识吗 有回 我故意走上前去 问道 就是那个骗子老外吗 你们找他干什么 其中一个一脸凶向的壮汉 恶狠狠地说 他搞了我老板的老婆 必须废了他 罪有应得 我心道 我时常也会去那家酒吧 追忆那天大仇得报的痛快感 但有一天 我发现在吧台上 有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 衣着打扮 像极了与我出见时的杨晨晨 她正对着我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